用胡萝卜来繁殖阳结梗 生根块成活率高 省钱又实用 今天我们来说一下 用这个胡萝卜当生根叶 来繁殖阳结梗的方法 操作呢也是非常简单的 下面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首先呢我们取阳结梗的枝条 取下来之后呢 我们把这个枝条呀 简单的去修剪一下 然后剪成小段 长度呢为六七厘米左右即可 修剪好之后 我们在这个枝条两头去给它修剪一下 弄出一个新的伤口 去给它修出一个斜面 然后中间芽点的位置呢 我们也简单的去给它修理一下 把它的外层去掉 每一个小枝条上面呢 保留一个芽点 弄好之后我们找来高蒙酸甲 在这个芽点的位置 和枝条两头的位置 去给它涂抹上一些高蒙酸甲 高蒙酸甲呢有助于杀菌消毒 还有助于生根 弄好之后呢 我们找来一根胡萝卜 把胡萝卜切小块 切好之后 我们准备椰康土 把胡萝卜小块呢 放在椰康土上面 然后我们再把 羊结梗的枝条呢 放在胡萝卜上面 再去给它覆盖上一层 这个疏松透气的土壤 覆盖好之后 我们去给它喷湿水分 放在阴凉散光通风好的位置 去养护 等到三十天之后呢 这个羊结梗呢 就能长出新的枝条 还能够冒出这个花苞 我们再来看一下底部 有没有生根 底部的这个根系呢 长得也是非常旺盛的 这个时候我们就收获了三盆花 这样呢 心事一盆变多盆 操作也是非常简单的 喜欢的花友可以点个关注 咱们下期再见